有了 districts 久久一隻影片 應該就是知道事情比較大條 今天我來那個核心遺孕的那個升職中心 我要做什麼呢 我今天要來做一件 就是為我自己的一件大事 就是我要動軟囉 就是我希望在身體最健康的時候留下這個卵子 不管以後是跟誰結婚或是跟誰生小孩 我都可以留下最健康的卵子 然後為我自己做一個很大的保障跟保險 等一下就要去檢查了 看看我的卵子怎麼樣囉 動來目的就是讓你的卵子活在現在你的那個年紀 那就是你在未來就規劃到想要就是生育的時候再回頭來找這些卵子 那他就是活在你現在這個年紀 最健康的卵子 對對對最健康的卵子 你覺得幾歲前動來比較好 35歲以前 對 因為他其實35歲之後就是慢慢的進入老化的階段 那但是你要說到40歲 你如果已經35到38我就覺得儘快 如果還沒有生育計畫的話就是也是儘快 最多最多可以拖到38歲以前 對 那我可以這個卵子可以存到多久 10年 10年 所以我現在我今年我今年33歲 我到43歲我都有辦法懷孕嗎 可以呀 真的喔 你到40歲你的卵子還在33歲 但我身體是可以還是可以懷的 嗯 是就只要我月經沒有停我就可以把我的 健康的卵子放到你的子宮 我們醫生最常講的就是 20歲的卵子放到50歲的子宮 才是有機會懷孕 50歲的卵子就算放到20歲的子宮 也是很難懷孕 我以為你這句名言就夠了 我以為你都跪下標了 對 對我們最常就是跟你們說的就是對 就是這樣 這個來的時候呢就會有這個 增值診療手冊 裡面就有大概告訴你說 你動軟需要做什麼樣的虛肢 這個動軟的過程呢 其實就是像是在被孕 作息要正常 然後我最近的作息呢 是差不多晚上12點以前睡覺 早上七八點會起床 然後我有正常的運動 然後我覺得比較難做到的是那個地中海飲食 很多東西不能吃 但是我還是有偷吃 對 從你約進來的時候 對 先進來評估 照常一鍋抽血 對 如果OK的話會先給你一個禮拜的藥物 對 然後一個禮拜後會進你回診 然後會一樣就是抽血跟熱泡一鍋 如果濾泡還不夠大的話 會再繼續用藥物兩三天 然後再一次回診 照常一鍋抽血 好 如果夠熟的話 夠大的話 就會安排居然的抽血 對 好是會痛嗎 每個病人的感受不太一樣 醒的被手術完就睡覺的被 睡覺睡覺 好 那我們先到一個檢查一下 檢查看一下我的軟炮 可以形成多少的軟子 對吧 醫生 他說我的軟炮很多 這個一顆一顆是我的軟炮嗎 剛剛那個 可以 我是軟炮 我是那個軟炮多女子嗎 還算吧 那我剛剛的軟炮夠嗎 很夠 可以幾個 可以幾個 應該可以超過至少十到十五以上的啦 正常這樣 所以其實今天也可以開始療程 好 那我要打長小症還是短小症 好你可以擋長小症 我又不要自己打症了 可是後段可能還是會每天打 可是你就是不用打那麼多天 那等一下我打呢 你幫我打嗎 護理師會嗎 會痛嗎 皮膚是不是躲回來 等一下我幫你打一隻 長小症 長小是幾天 長小可以撐五到七天 打肚子嗎 打肚子 打肚子 這今天打完回去就很簡單 就只要打肚子 現在在打肚子 好 你也很怕痛 你也害怕症 打這圓可以嗎 還是要打這圓 有差嗎 隨意 讓你選 很好嗎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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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嗎 結束了 結束了 你打了什麼東西 長小的肚子 好 剛剛好痠 結束了 剛剛沒有劑膜 他很痛嗎 很痠 很痠 就這一體成型 就是長小 就這樣就沒了 就這樣 然後我就下次再來打 對 一個禮拜後 好好好 好 我現在呢 等一下就會進到那個 胚胎實驗室 然後會有那個 專門的人來跟我們講解 胚胎實驗室是什麼 好 我們在這邊要先歡迎 映傑 嗨 就不是我 是你 好 胚胎師本人就是跟我壯名 他也叫映傑 但他姓陳 然後他會給我們做一些 簡單專業的介紹 首先你看到這邊有很多個 對什麼1161213 對 他就是像門牌號碼 我的卵子放在哪裡呢 12的第幾個 第幾橋接 的第幾項 其實算是 卵子的地堡 對 他們的家 對啊 比如說 我可能三年前動了卵子 那我就會害怕 三年後 你真的找得到我卵子住在哪裡嗎 所以他都會有一個 就是像 坐標 就是我放在E2桶的 地幾層樓的哪裡 地址號住戶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也有那邊有個 綠色的小螢幕 對 那個是一個 就是Mesh系統 就是你所有 只要進到這邊來 取軟出來或取金出來 所有的耗材都會貼上你相對應的晶片 對 然後就會綁定你們 比如說你的身份 或是夫妻的身份都會綁定 那只要我們要操作每個步驟 然後去改你 如果我配這個金紙拿過來跟這個卵 拿錯人 拿錯人 一到這個地方 他就會嗶嗶錯誤 我們不可以再下一步 就是避免 他有他的ID 然後會認證 他不會隨便亂配 對不對 即使我跟你一樣叫硬潔 也沒有這個問題 也不行 OK 好那我了解 那我要現在去找醫生喔 謝謝你 現在做一個長音波 好 就是上次那個嗎 對對對 我現在要再內診 好像蓮藕喔 對啊 這個才一邊的軟炮喔 對是你右邊的軟炮 對你算不錯 左邊好像比較薄那麼漂亮欸 左邊 很像個鬼臉 這裡好不舒服 有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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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魷魚一直叫我不想錄了 然後這幾天我會繼續慢慢打慢慢打 好 然後再繼續上一次 好那他如果打正我不敢打的話 你可以回來爭鎖打了 好我等一下先練習看看 會很難打嗎 不會 一般都可以自己掌握 就BOX掌握 BOX一下就好 對 那等一下我就會先幫你打150囉 所以他基本上呢 所有450的劑量都在這裡 有看到嗎 對 那因為最後一次的話呢 他到這邊有一個零 有一條零嘛 那下面其實還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最後一次就是多轉 多轉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打完就可以了 就是平常說我做期在這邊 那我就讓你身邊做的時候 去量 這樣子 有點像酒窩格 對 然後以外的距離 這一塊跟這一塊都可以打 通常我們的針是垂直擦 都這樣擦 是 也不用就是這樣90度這樣擦 然後通常我們是藥劑打進去之後 大概在停留大概5到10秒鐘 你說那個針要填在上面5分多 我沒有5到10秒鐘 喔喔喔喔 我先自己打嗎 還是妳先 我先幫妳打 妳進去 我就要自己打喔 10號這裡有人嗎 10號有 我們有上門 OK 數到3稍微微息啊 1 2 3 3 呼吸 就這樣子 然後 打進去的時候直接放開 然後就不要 到我頂的 1 2 3 4 5、6、7、8、10 好、10 10 1、2、3、消息 好 我真的...而且我在家裡拍這個影片 會不會很像笨蛋 對啊!怎麼辦 我還是來這裡打好了 我不知道我在家裡可能搞半天 時間都搞錯 好喔!今天是我第三次打針 請問...這個針是好打的嗎? 好打的 一般都自己打對不對 我覺得這邊的姊姊跟她覺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針這麼好打為什麼要來這裡打 我就是害怕 那個針有這麼長耶 這麼長耶 自己插進去很...很可怕耶 好...我們手把它鬆開來 好了好了 還是有一點可怕 我不敢看 那個不是實話 但是就是... 應該沒有流血所以不要去揉它 等一下就好 等一下不要就是... 我們那天上次第二次打完針 騎U-Bike沒事吧 U-Bike還好 嗯...還好 那有震耶 嗯...你後面不要震太多了 因為我上次跟她講... 騎馬 騎馬的故事 欸!不難騎馬 動軟的時候不要騎馬 因為會這樣... 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後軟炮就又不見 軟炮就又不見 軟炮就不見 太狂了 貼心的提醒 因為我那天騎了U-Bike 我現在確定說我騎U-Bike應該還好 好那我今天第三次打針 打完了 還有第四次 也是要來這裡喔 我們現在數到三次生呼吸 換我來 1 2 3 生羞 怎麼這樣沒感覺 有點很短啊 我的第四針打完了 今天換了一支比較細的針 比較... 沒有那種痛感 然後下一次就是來檢查 然後再下一次打貨軟 然後再下一次就是要... 驅軟 驅軟 沒有如果順利的話 好 要先看你的軟寶寶有沒有長大 過兩天看軟寶寶 對 好 第四針打針打完了 Sorry 好我們等一下就要去給那個 我們的新羽醫生 看一下接下來狀況是什麼囉 等等跟醫生見 對 第一個這個是磁基數 軟炮變熟的時候 這個會往上 所以你本來九十 大概三千都很好 九十跳到三千多 對 所以應該是蠻多顆的 好 最多可以存到幾顆 我們這裡都可以 就是取得出來的都會幫你輪到三顆 所以可能會超過二十顆 有可能 真的喔 那我會有好多個小孩耶 會不會二三十個小孩 如果你要的話 好 好 我們現在要去做那個 陰道長陰波 確定我的軟炮 怎麼樣 好 繼續 有變大嗎 好 好像有耶 現在還要再算 對對對 我們要再來一次一顆一顆 跟上次比起來真的大很多耶 好 這就是我的 左邊長大的軟炮 過幾天就要動軟囉 好 先破軟 然後再動軟 所以現在大概總共可以多少顆 應該 感覺應該十五到二十是 應該是安全的 一定是可以的 然後有一些是 我們會說比較中型的 他們還有機會可以找 就是再過個兩天還會再長大 對對對 所以可能可以超過二十顆 有可能 好 你剛剛說什麼 今天還要再打一針 謝謝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 我們家 我們家姐要學打針 她幫我打過軟針 在這邊的最後一針 在診所的最後一針 我算是全琴吧 都在這邊打 對啊 很棒耶 謝謝 應該要幫你一個全琴點 來學到三次 上午休息 好 好 這真的好痛 辛苦你了 這真的好痛 好OK 好我要準備手術了 沒過幾天 口太痛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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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 兩位幫我打針的 我的夥伴 好 我今天要去取我的卵子了 我今天要去取卵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去做 那個取卵的手術 然後現在要這樣 滿漂亮的 好啦 等我取完看可以取幾顆囉 謝謝 拜拜 再見囉 我們弄完 現在在 衛服 但現在肚子很痛 每天至少要喝1000cc的水 那因為你真的取很多 如果你可以喝到2000克 最好 他說我取了 23 24顆 那23顆是確定成熟 我取了23顆 剩下一顆會再持續觀察 看就是今天之內有沒有繼續發育 好 我已經順利的完成我動完的療程 我們現在就好好的養胎 欸不對 養生 對 那最後一天真的最不舒服 真的 虛軟這一天嗎 你這個不舒服的程度 有一點小小的嚇到 就一起床覺得肚子很腫 我在坐車的時候 那個車子如果走到窟窿的地方 會震到 我不舒服 因為你的 他真的走到窟窿 我就心裡祈求說 拜託拜託拜託你不要走到窟窿 因為他一震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子宮就會大晃動 就會很爛 因為你屈軟前你的卵巢 就像一個水球一樣 他脹了 怎麼會脹成這樣好神奇喔 人體的奧妙欸 好 動完完成 感言 感言 現在說不出來 因為真的好累 就這樣 拜拜 這一趟旅程呢 覺得 懷孕真的很辛苦 然後媽媽也很辛苦 然後女生也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身為一個女生 一個女人 可以有這個過程我覺得是 宇宙賦予給你的一個新的體驗 對我來講 最最最最辛苦的就是 我不能運動 其他我都還好 因為在整個動完的過程中 就會很像月經正在進行中 或者是你在背孕 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狀態 但就是我覺得 這是對女生的一個非常好的保障跟保險 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愛自己的話 可以來做這個動完的這個過程 然後讓自己是非常有保障的 希望你們會寫我的影片喔 按讚訂閱加分享 掰掰